大家好,我是金融空前面 今天繼續來管吳州海關舊子的保併難關的維修立統計 今期是007.2 我們上一期是管IBC三檔的統計,結果在電到E 今期繼續管D棟和E棟 這裡是D棟,D棟劃分成紅蘭的QV 我們看到D棟的二樓和三樓數量是物行的 這個保併數量是物行的 這點跟我們之前提到的IBC三檔是明顯物行的 IBC三檔說你只要數一層的難關數量 其他層的難關數量是相同的 從D棟開始就物行了 我們看到紅圈一直是物行的 藍圈一樣是物行的 所以D棟是 總共140隻,物行的一隻 D棟是物行的 D棟是物行的 角度問題是遮擋住的 放大一點,然後更加高一點 第十三隻在這裏 第十四、第十五隻是物行的土 第十六隻是物行的 都遮擋住了 空調遮擋住 都遮擋住了 總共93隻,物行的一隻 北面那裏的腐樓是沒有補瓶的 那裏的補瓶分佈在這裏 東北局這裏 這裏 這裏看到二樓 有一些磚牆 綁住 那裏是修繩之後 可以發現從這裏開始 有一個很明顯的分界線 這裏 這裏的難關和這裏 有兩種磚牆的顏色 那裏就推測那裏的難關 已經被扔掉了 既然這個扶手難關被扔掉 那裏有可能已經被扔掉了 所以那裏就推測那裏的七隻 全部都被扔掉了 那裏總共是三十一隻,難七隻 西裏 西裏就看到 補瓶難關是分佈在主樓梯 這裏的樓梯是副樓梯 副樓梯是鐵難關 只有主樓梯才是補瓶難關 看到這裏 可以分成落斷 甲、月、丙、釘、胡、吉 落斷 甲、月、丙、釘、胡、吉 全部都被扔掉了 那裏總共是十六隻 甲、七隻 乙、月、九隻 其他的段 由馬堂角度的照片去呈現 那 總體來說 總共是26隻 密蘭多一隻 所以 西裏就是總共是十二隻 蘭多十六隻 這裏是D檔的總結 接著是E檔 E檔就要分成 南北兩樓 這裏 缺落六開間 這裏三開間是南樓 那裏是北樓 首先是E檔 E檔就因為這個 照片拍得賣多好 角度賣多好 所以就著 分成某堂的這個段 來展示 首先就是甲、月、兩段 15隻寶瓶 一隻都密蘭多 然後呢 丙段 丙段那裏呢 就 牙枝液凍住 所以換了一個視覺體 同樣都是15隻 密蘭多 丁段 丁段那裏呢 修善之前呢 那裏見到有 還有7隻 那裏是因為天橋 那裏就捏掉了 但是我們發現 修善中這裏呢 只有6隻 以修善中這裏為診 就是 然後通過這裏 這裏 血半斷是 難得8隻 勿斷勿斷地 就這樣 這個宣傳畫幅 遮擋住的話 就見到腳 只能夠用修善中的圖片 去 做代表 這裏是修善中的 就當它密蘭多 全部都密蘭多 幾段 幾段那裏遮住 所以換一隻視覺 換一隻視覺體 都是14隻勿斷勿斷 那種呢 就是 多卷勿斷勿斷 即是 難粒 難一頭的 多卷勿斷勿斷 北流 北流同樣是 分成幾個 幾個段 去做展示 首先就是 甲月段 難一隻 甲月段那裏難一隻 所以就是難兩隻 丙段 就兩隻視覺體 那就 密蘭多 比整棚 始剩下 mayoría的 這些 灰山 被鬥斷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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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斷 二楼十四只,三楼十五只 它和D楼有相同的设计连练 就是二楼和三楼的数量无同 总共是180只,10只 E楼分成两部分,首先是外楼 外楼是29只,麦兰斗一只 外楼楼梯,外楼梯要分成七段 分断工,首先夹断,夹断在那里遮住 遮住就用另一只石头去做参考 八只物难斗,然后丙断 丙断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怎么说呢 就是这里位置 因为假如你没有这一只屋子,一只楼梯不好看 就是这样出来,扶手过,扶手过 假如你没有屋放入,直接这样录来 不好看,就要加一只 在曲折的楼梯 这里是坏的 月段落只,丁段十只都没有坏 木段落只,木段落只,几段是坏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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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坏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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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这张是收线之后的 权利的楼梯之前是挨插的 收线之后一直都是莫复原档 这边是住户河成乡建设委员的公司 这张是民物保护的统制范围图 这里的位置,这里的位置就是这里的位置 因为种种原因,所以就导致这个楼梯没有还原 所以,接下来我要救你的楼梯 要救你的楼梯才知道有多少只保平是崖破坏的 我们看到这个走向,根据它残余的水泥楼板去触碰 根据它在这里放大是这样的 所以,它就某似它的南边 北边某似南边,南边是外八字形 北边反而是像地道 像地道这种直直直线路 就变成拐弯了 它反而是像这一种 首先分成七段 它虽然它的形状是像地道 但它要比地道这种,它要多一段 为什麽呢 因为它没有捋低这一段 就是这个间段 间段就相当于这个F段的捋低这一段 那么地道它就是 等于它贴着长一段是没有的 它贴着长一段,所以它就多一段 首先我们看丁段 丁段我们可以数它的阶梯数量 就是从前开始数1,2,3,4,5,6,7,8,9 数卖船的平台10 它是10只阶梯 那么我们就看到它南边 就是这里南边 它同样是10只阶梯 然后是10只保平 所以我们就推测它 北边和南边 它这里丁段的结构是一样的 保平数量都是一样的 就是甲乙丁段 就完完全全的参考南边的这个配置 南边是这样的 北边我们也认为它是这样的 所以这里的就 甲乙丁段加上就有五只 南边也有五只 暮断 暮断呢就 因为考虑到暮断在这里 考虑到它两边有一个等柱 所以呢 先那里有等柱 先考虑等柱的位置 然后呢就通过这个照片 就 就对应对应 对应就等于你下面 对应上纯歌就 通过这道相对应的位置 就看看船哥有几多只宝宝 是可以挪到来的 那呢就挪到五只 那里就当它那里 大概有五只宝宝 那间段 间段比较好看就是 通过这个残留的基座 就是这个基座 这里落着基座 就推断这个间段 是有落着宝宝 就几段 几段就是外面 外面 就是我们望到外面 那段我们数一数 数一数就是 1 2 3 4 5 6 数到平度就是 7只佳梯 我们就对比 伊南的这个样子 和D道的这个样子 伊南的同样是 7个佳梯 5个宝宝 那么要注意的就是 D D道的那里 D道的那里 你数个章 是数到8只佳梯 但实际上 它最底的这个佳梯 它是来填高的 我们看回到 它收闪之前 就是这里 你数这一章 它就是9只佳梯 那问个人呢 一例个人 D道是9只佳梯 7只宝宝 那问我们就会发现 一个规定就是 它的阶梯数 就是四月一隻,全都爛了 一來,通過這個推斷 我們會發現 第一隻比較有意思的結果 就是我們這個四月一 完全是按照我的四月一路推斷的 它剛好是跟伊南的數量是一樣的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南北代性統一 就符合這個建築美學 就是南面這麼多隻 北面的也是這麼多隻 儘管它北面的有三段 有無幾間三段 它的形態和南段不一樣 儘管兩個樓梯的形態不一樣 它的數量或者推斷是一樣的 這個保併數量推斷是一樣的 所以A北總共是七十隻 難事十一隻 這裡就是A棟的小潔 因為它樓梯扔掉了 所以難得比較多 一來我們就把 IBCDE五棟的所有保併難關的 委選情況做一個的總結 將近一千五隻保併當中 能夠達到有九成的原可立 可以說是非常難得 對於一個近百年來的建築 所以這個原可立是非常高 比較貴的 所以這些使用單位 就是之前的單位 這些是以前的單位使用 現在是這裡 所以我認為這些單位 都對這個文化保併 是有比較大的功勞 所以那裡是要 是要對它們感謝的 同時我們做一下 衍生閱讀就是 看看其他地方的這些 舊子的保併對比 看看情況如何 這裏是佛山三水 佛山三水 好玩舊子的情況 以前它的保併是和吳州 是一樣的 一樣的配置 但是呢 在它這張鞋收剪之前 就不知年度 反正都是 應該說是近十年的話 因為我具體年度 具體年度 我就不知 可以看到它全部都擋爛了 外主樓梯 包括它的外套、路途 全部都擋爛了 最後一個問題 就是解釋這個 B棟東邊的謎思 就是之前我們發現 B棟東邊 他三樓中間 這隻是十六直保併 其他全部都是十五 當時發現的比較奇怪 現在我們把某一棟 它的保併數量 統計之後 會發現它全部都是定了好數 全部都是偶數 所以當時它這裡 整成十六直 就只能夠理解成 它就抽成偶數 它就喜歡這個偶數米 當時的設計者 喜歡偶數米 這樣就 這個 迷思 就可以得到這個解釋 今期說完了 那就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